斩草为什么要除根 小朋友 你一定听说过斩草除根这句话吧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斩草不除根 那草一定会再次发芽土味 好是庄稼的大敌 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植物洗光 有的 为什么无心插柳 柳成荫 你按到故事了 摊库里的黄鼠王 你要按到的 不能按 不放 摊库里的黄鼠王 大病出狱的黄鼠王小姐 瘦弱的像一根豆角 他从一个小小的墙洞 钻进了仓库 在这里一生模糊 吃不到的葡萄酥 一只狐狸突然找食 从早上到晚上都没有 你都会按到呢 这对双风来说 都是求之不得的 要知道 尽管狼吃掉了一些迷途的羊羔 但牧羊人也没少穿用 也没少穿用 狼皮做的衣裳 故事后 有个孩子叫恐龙 十分聪明有礼貌 大家都很喜欢他 恐龙赴岁的时候 有一天 正和兄弟们玩爽 父亲把他叫了过去 递给他三个梨 你们三个兄弟 把这梨分着吃了吧 恐龙拿着梨 看了看哥哥 又瞧瞧弟弟 想了想 把两个大的 递给了哥哥和弟弟 自己留了一个最小的 父亲们恐龙 你为什么把大梨 分给了他们 而留给自己最小的呢 恐龙说 哥哥比我大 我应该尊敬他 弟弟比我小 我应该爱护他